纾困4.0 政府助你渡南关 金融市纾困再加码 房业旅馆员工每月3000元 市民入住 每人每晚补助500元 最多7000元 室友房地出租店铺 租金减免 租金还可以延期缴闹 另外 公有零售市场摊位 租金全免 暂停营业期间还免收摊位使用费 金融市民纾困咨询专线24224897 接下来请收看中家新闻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新闻 我是蔡小军 全台长达两个月的软封城终于结束了 但是防疫新生活仍然需要你我共同维护 在这里要提醒观众朋友 不要松懈 出入记得要佩戴口罩并保持社交距离 请洗手共同防疫 仍人有责 接下来要带您进入今天的中家新闻 谢谢新光人寿与吉隆市政府一同建构更完善的社会安全网 金融市长林又昌与新光人寿总经理黄敏毅共同签署合作契约备忘录 从106年起捐助原住民违行保单后 新光人寿方面加码针对金融市15岁到70岁经济弱势的身帐朋友提供意外险保额30万元的违行保单 让李又昌相当感谢 在我的任内我们已经促成了低收入户还有中低收入户以及原住民的违行保险 其中我们新光人寿从106年开始就捐助我们本市原住民的违行保险 那今年是加码是加码来支持我们本市15到70岁经济弱势的身帐朋友 那非常谢谢这个新光人寿这样子散尽社会这个企业责任的这样的一个做法 金融市政府社会处方面表示这项专案采团体方式投保 金融市政府担任药保单位保费由新光人寿慈善基金会全额捐助 预计全市将有符合相关资格的5248位市民受贿 光无所不在 金融与你同在 记者张祈腾金融报道 在人爱国小舞蹈班银星表演中出现一位神秘嘉宾与机器人组队尬舞 他就是人爱国小毕业的金融市议员同志伟 为此同志伟在开学前一天还专程到校练习 不过僵硬的肢体动作让舞蹈班学生都急着教他 肢体上不是那么的顺畅的人 我们要怎么样指导他跳舞呢 首先我们一定要有机器人作为代表 让他当成一个示范的功能 然后呢他的右手举的时候 当他举左手我们也不要在乎 反正他只要有把手举起来就可以了 我们先让他有自信的跳舞 未来经过练习之后一定会更好 我们要相信他 同志伟坦言自己从小就跟舞蹈绝缘 这次为了欢迎小一新生决定豁出去了 用诚意十足的演出来欢迎刚入学的小一新生加入人爱大家庭 我们人爱国小舞蹈班虽然历史非常悠久 但是我一直跟舞蹈班舞蹈这个事情是绝缘 所以刚刚在上面其实比上电视节目还紧张一百倍 所以我想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可能要到舞蹈班去切磋学习一下 这是基隆士的爱国小影星活动 除了介绍学校文明的舞蹈班 另一个重点是这台AI机器人小书童 与小书童逗趣对话捐赠这八台价值十万元机器人的 基隆士议员佟志伟希望 让小书童成为老师教学的好助手 也成为母校学弟妹学习的好伙伴 我想在这个时代尤其后疫情时代 我们有视讯教学的智慧上课模式 当然我们在现场的教学 我们也希望提升我们的科技水准跟品质 让我们的小朋友体验这个数位逻辑 然后写程式相关的一些经验 我希望我们在教育现场的那个教学模式 也可以提升到双北的水准 收屋主导还会变换表情 这台小书童很快就掳获小朋友的心 好玩 怎么好玩 因为它可以唱跟跳舞 这全部 全部都好玩哦 对 他手会动还有 头也会动啊 他会跟我讲话 只要下达指令小书童更能摇身一变成为川区变脸 对于这台多功能的AI机器人 学校方面已经规划机器人相关课程 要让各年级学生都有机会与小书童互动学习 达到人机共选的目标 六年级孩子我们会利用这个程式编辑 让孩子学习这个运算逻辑 那认识机器人跟编辑机器人 那二到五年级的孩子我们会让机器人扮演小书童的角色 让他们轮流到各班里面去陪伴孩子互动 然后协助孩子一起学习 那同时也让孩子认识这个新兴科技的未来发展的一个趋势 培养他们对科技运用的一个兴趣 机器人教育是新一波发展目标 消防希望透过小书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以智能科技辅助教与学 记者张祈腾金融报道 开学了好不容易终于上课 建德国小校门口挤满学生 但不是每位学生都这么幸运能够准时到校 马路上塞塞塞车辆大排长龙 原来车辆回堵严重 主要是建德国小校门口前的新色红绿灯 9月1号正式启用 耗资灯设计90秒秒差 让第一天在孩子来上学的家长无法适应 不理想不理想 怎么说不理想 一公妈妈比较灵活 她可以看 都在等 三个路口都等 这样其实是不是就迟到了 对啊 都停在这边不理想 还是一公妈妈自动 看存况然后去 我个人认为啊 我个人认为啊 因为路程很好 怎么说 造成塞车 我认为停了很久 停了太久了对不对 对对对 你刚刚等了多久 等了两三分钟吧 两三分钟 不止汽车出现了排队车潮 就连摩托车 因为路边停满了违规车辆 要穿梭在车阵中相当危险 有的孩子怕迟到 干脆半途下车用走的 穿梭在车阵中 今天这个情况的确不是学校热见的啦 所以今天 如果因为车子回堵 然后学生上课比较晚到的情形 老师都会再做一些通融 那今天刚才我们跟交通处理在现场会 还有警察单位 那现在可能我们做秒数的调整 就是从那个安和一街那边上来的车辆 秒数我们会准备20秒 本来是设置30秒 所以把这个秒数来缩短 让我们的安和一街上来的车辆呢 车流量会比较顺畅一点 第一天上学就迟到 校方好无奈 警察局派出了远景 机动性的疏导交通 因为这个红绿灯 也是新色的红绿灯 那个秒叉 因为秒叉的位置 可能造成有点雍山 那我们这个马上 请安乐所的同仁 到现场来做一个灯控 跟车辆的疏导 市政府紧急会刊决定缩短秒数 避免车流 害到学生迟到 记者黄绍明金融报导 潜水之工才一下水 就看到没有烧完的纸钱 漂浮在水底下 不知情的鱼儿在旁边游来游去 就可以发现这个电线 这个都在水里面 然后这个造成的影响就蛮大的 当中还存在了一些保利笼 以及现在我们很多使用这个 再生材料所制作的这个纸钱 还有在这个水灯上面的一些 灯饰的装饰品 用的灯饰就有电线 然后蜡烛等等就有残留在海里 基隆中原季放水灯 五光十色的水灯头 一路往海边前进 推下水之后将它点燃 水灯头在海面上形成了水火相容的特殊景象 在中原季释放水灯头之后 总是留下满满垃圾 虽然文化流传很重要 传统习俗也得兼顾 只是海面上跟海底情况 真的是两样情 最近我们也发现了非常多 我们值得探讨的一个永续观点 那其实我们看到了现在的座子 底座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关键问题 我们为了让它浮起来 所以早期会用一些保力龙 那现在已经有减少了 但是还是有很多 还是使用保力龙当底座 而这些保力龙融化了之后 其实都还是在海里面 它是不会消失的 学者说到重点 希望维护传统文化 也得兼顾环境生态 建议未来能够用竹子取代保力龙 同时减少纸钱的用量 在放水灯之后 那环保局也会进行 所谓的岸边的一个清除 让整个的环境能够维持好 那未来如果能够使用 所谓的生物可分解的一个材质 能够让这样的一个文化活动 能够与所谓的一个文化的传承 生态的保育和永续的发展 能够做相结合 那这样的一个文化活动 会更有意义 国人环保意识抬头 在面对传承167年的中元季文化 如何让传统文化和永续环保 达到双赢 恐怕大家都要一起努力 做出改变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道 走进大楼工地现场 市长刘昌仔细查看 每个空间如何利用 但不说您不知道 这些空间将来是 流浪猫犬的新家 每只犬只的收容空间 将大幅增加7.5平方公尺 是现况的好几倍 户外还有2000多瓶的活动空间 可以让资工带着毛小孩 在户外活动 从银行的一个犬只的一个收容的一个面积 我们是设计每一个犬只是可以达到7.5平方米 跟中央所规定的一个标准大概是5平方米 我们还增加了50% 那跟现在我们现况的那个犬只的一个面积的大小 应该增加了好多倍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这一片 这么开阔的这个场地 这个就是未来我们在这个地方收容的犬只 他们户外活动的一个场所 基隆流浪动物收容场 宠物银行 过去只有一间铁皮屋 十分简陋 就连志工和前来领养的民众 都替毛小孩请命 其实这边的狗舍是真的已经很老旧了 很多网子都破了 像我刚刚在追狗 因为有两只狗它跑到一个笼子破掉嘛 然后跑进去两个都会互相咬 对 而且啊 这边你看哦 那个像我们常常遛狗的时候也不是很方便 很臭 然后也很闷 他们就是也要生活 他们就是待在那里面 就是觉得不舒服 对 金融市政府筹措近1亿元 改建宠物银行 预计明年5月完工 目前工程进度超前 市长林又昌视察 对日前因不销业者走私 154只的猫 导致毛小孩 全速遭到扑杀 林又昌呼吁 要以领养代替购买 才能够杜绝走私歪风 造成这些流浪犬只 或者是猫只的这些问题 其实还是人的问题 所以我还是再次呼吁 现在台湾是一个文明的一个社会 那我们应该价值观要更往上来提升跟进步 我还是再次呼吁 大家尽量用这个领养来代替购买 去杜绝不必要的这种遗憾 新家落成之后 毛小孩不再冬冷夏热 空调活动空间和环境 堪称是全台最豪华的浪浪之家 金融市打造对动物友善城市 还肩负得生命教育的意义 记者黄梢明金融报道 纾困4.0 政府助你渡难关 疫情严峻还要经营促餐场馆 纾困让您喘口气 金融市促餐场馆经营业者 土地租金每月减收50% 权利金最高减收35% 不住时间从5月1号到7月31号 快拨打各纾困专线 金融市民书困咨询专线 24224897 美丽金融影片争选 即声音比赛活动 今年已经迈入第四届咯 金融是一座进步翻转中的城市 充满着梦想 未来与无限可能 今天我们以A City for All 为主题 可以用影像来说故事 分为影片争选 摄影比赛 总奖金高达486000元 期望能够激荡出不同的影像火花 还在等什么呢 快来参加 详情请叉活动官网 我是之前去你们公司应征的张先生 你们不是说会再通知我上班时间吗 都已经过了两个礼拜了 怎么都还没有消息 先生你以为来填个资料就能保证录取吗 你想想怎么可能 诶 等一下 那至少是不是这样存折要还给我吧 我还花了好几万块 买你们公司的产品 你们这样不行 我要退费 喂喂 你说什么 我听不清楚 喂喂喂 求职方便请记住三要七步 基隆市政府社会处劳资关系科提醒您 想知道基隆市政府各单位 正在推动哪些重要政策 大型活动或是社会福利措施吗 关心市政做回来节目 特别邀请了产官学界 来讨论各项政策最近发展 也欢迎民众表达意见 让市民可以快速掌握基隆脉动 欢迎锁地每周三晚上九点 基隆第四频道 关心市政做回来 疫情趋缓民众外出散步运动的频率 也越来越高 不过有民众向基隆市议员张耿辉反映 在基隆河七堵段右岸崇治桥附近的防汛步道 伸缩缝高低落差大 容易造成运动民众半脚跌倒受伤 很多民众在运动的时候 不慎在那边跌倒流血甚至趴在那边 幸好有我们张议员发现及时 来看看这个问题 确实容得非常高 不但没有安全标示 而且也没有平整露品那种感觉 因此基隆市议员张耿辉也要求 相关单位要尽快改善 维护民众的安全 基隆市尼尤其七堵七的人 暖暖七的人 很多都在这边运动 早上黄昏傍晚 都有了非常多的老幼妇女都在这边运动 我想市政府相关单位 这客不容缓要立即的来改进这些切施 以免更多的人来受伤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日前望海巷的释放水灯头活动中 除了夜空中的烟火及海面上燃烧的个性是水灯外 最吸睛的就是这座横跨渔港上方的光雕桥 这是基隆市政府 争取前瞻基础建设计划 建设计划经费打造的150米长跨海景观桥 完工后吸引不少民众抢先体验 欣赏潮津湾与九份等东北角一带的无敌三海美景 在望海巷渔港 我们已经完成了一座景观的桥 是非常的漂亮 它的一个视野大概是未来看整个潮津湾 还有九份最棒的一个地方 所以昨天在释放水灯的时候 已经有很多的民众搶先在那边观看放水灯 那我知道其实虽然还没有正式的一个启用 不过已经很多的民众在那个地方晚间散步 那可以从我们的潮津公园 可以一路甚至可以一路走到新北市的 翻载澳的渔港 那海边的一个步道非常的舒服 所以这个是我们串接整个东北角观光狼带 进来到我们的潮津公园海科馆 以及连接八斗子车站 串接成一个完整的一个观光旅游的一个狼带 所完成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程 那我们会在大概过不久 这个人疫情比较趋缓 我们会正式举办的这个启用的一个活动 那希望能够打造整个东北角 更好的一个观光的一个休憩的一个环境 这座跨海景观桥以刚购为主 并搭配有视觉穿透效果的栏杆设计 让东北角冰海狼带美景一览无遗 总共曾经费4600万元 今年3月总统蔡英文曾前来视察 站在这座可骑车散步的桥上 对眼前美景占不绝口 金融市这种方面预计农历7月过后将举办正式启用仪式 希望在后疫情时代吸引更多民众走出户外 感受北台湾最漂亮海湾的无穷魅力 记者张启腾金融报导 八斗子渔港东防波堤出现不少钓客 悠闲甩干垂钓 关闭两个多月之后 垂钓终于松绑 不少钓客等了好久 虽然是平常日 游客8点不到就来卡位 已经不错了 已经有四度开放了 总比都没有开放好 除了全城要戴口罩之外 地面上多了一整排的黄色标示 要求钓客要相隔两公尺 现场还实施QR Code的扫描 每日限制百人以下垂钓 只开放白天 开放的时间是早上8点到晚上的6点 那这段期间的话 我们渔港管理人员的话 会在中间的时候 还有海巡单位都会去做一些巡视的工作 那让这些钓友们能够保持 这个维持户外的社交距离 然后也可以遵守我们的防疫规定 然后全程戴口罩 那饮食的部分的话 基本上是希望不要饮食 那有时候有必要性的 只有因为天气热 喝水的话 喝完水的话 希望说钓友们 能够赶快把这个口罩戴起来 虽然有种种的防疫规定 有些麻烦 但钓客大多愿意配合 只希望防疫措施再松绑 开放其他渔港垂钓 基本上我们钓友人 也是会互相提醒 比如说看到有人口罩脱掉 也会跟他们讲一下说 现在防疫期间 大家还是要遵守这个规定 希望再开放到晚一点 不要限制到五点半 因为目前在基隆这边 只有八桌子可以掉而已 希望在东北角这些沿海都可以开放 这二类港的话主要是受限于 我们渔港管理人员不足 那没办法 也没办法 因为是开放空间 所以没办法做单一出入口的管制 在二类港的部分的话 目前还是没有开放 那之后的话 我们会滚动式检讨 如果疫情可以再更降下来的话 那我们就会同步开放 知道钓友们也很希望说 能够赶快开放 可是有时候在管理人员的量能上面 确实我们这边有不足 也行钓友们能够多多体量 7月27号疫情警戒从三级降为二级 中央终于开放 渔港垂钓 钓客还是必须遵守防疫指引 以免招罚 记者黄绍铭 基隆报道 大日开发 连续四年投入70万元 支持基隆家福社区棒球队 来照顾更多喜爱棒球运动的学子 而这一次的火星人训练营 也特别邀请到了台北中区福人社 台北风云福人社等公益团体 共襄盛举 让大家一起来关心 基隆家福社区棒球队 大日开发 跟加武中心 我们已经延续四年 来举办这个棒球营的训练 那我们也看到 我们加武的小朋友 球体是意精进 身体也是意健康 那尤其最初我们有请到国际的 这个区域外的这个国手 来指导 曹青年 还有那个 这个大概是曹 曹又庭吧 是未典棒球龙的 先议球员 那我想 经过这些类似的训练营 我想小朋友的球技 也会有大福的提升 今天非常很荣幸 能够收到我们2021年 火星人棒球训练营的邀请 这次的训练营主要是由大日开发 跟我们加武中心联合举办的 主要是希望说 能够让基隆的小朋友 能够多一点真正正式棒球的训练 所以大日开发跟加武很热情的 在这么大热天来办这个训练营 也邀请了国手级的教练 来帮小朋友 乘出他们一些正确的棒球训练 我认为像这样的基层棒球训练营 我们应该在基隆多多举办 让我们的小朋友 从喜欢看棒球 变成真正的喜欢打棒球 其实我们基隆 棒球运动我长期的参与 从我当选市议员以后 那我也一直在参与 我们加武中心棒球队的这个 将官的活动 那我们这边的教练 双逸祥是我的同学 那我们从小国中 开始就一起热爱棒球 那所以我们知道说基隆呢 有很多 因为我们的气候跟场地的因素 所以我们有很多发展棒球的限制 那我很感谢我们今天的主办单位 大日开发 也感谢我们火星人这个协会 派出我们的耿博轩 曹俊阳教练等等 都是我们棒球非常知名的大前辈 那来交小朋友打棒球 体验棒球 那我想棒球的经营呢 需要从小扎根 那我们希望可以持续的推动 棒球的运动在基隆发展 那我们会结合蔡世英委员 那边一起来吸引中央的资源 让我们基隆的小朋友 更多的棒球参与 而且他们还特别跟家福基金会合作 最主要就是希望能够让这些家福的小朋友 他们在接受客户辅导以外 还能够有一个健全身心发展的运动机会 所以呢 我觉得学棒球除了运动以外 还能够取得到一个非常重要的 就是团队精神 那希望我们基隆士的小朋友 家福的小朋友 都能够在我们火星人棒球区内 得到非常好的棒球教育 以上就是今天的中佳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佳新闻的脸书 以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M轻松电台96.9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散播假消息 散播假消息 好可怕 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街中 中药行夫妻 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 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 连中南部清流 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及 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夫人她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她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她不追究这事真实案例要告诉您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一定要聪明辨别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因为很重要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 想知道金融市政府各单位正在推动哪些重要政策大型活动或是社会福利措施吗 关心市政次会来节目特别邀请了产官学界来讨论各项政策最近发展 也欢迎民众表达意见让市民可以快速掌握金融脉动